整個過程其實如果用難和容易來說 我想是沒有容易過的 其實馬達和蓮娜是眾生相 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覺得好像現在的人 可能你不太敢去相信 我還會不會愛好 因為其實她是被前妻傷害過 我的愛情都很失敗 但是我仍然還有一個女兒在裡面 但我覺得確實對我自己來說 最難的應該是了解單親媽媽的心情 她可以跟這個世界完全沒有關係 那麼辛苦 怎樣都可以繼續在一個人生存下去 在一個什麼人都沒有的地方 但是就是為了一個女兒 但是那種是一種無礙 可以令這個女人堅強到這樣 那你問我 我覺得最大難度是這一點 所以導演都幫助我 因為導演其實自己也有一個女兒 所以我可以在她那裡 可以事先做一些 可能關於媽媽的心態 即是正在討論的時候 即是由女生變成媽媽之後 那種不同的 其實我是要比這個男人更加成熟 是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難度之一 哈哈哈哈 你比我更成熟 這個故事正正在討論的士司機 和Serve你那個酒樓的滋客 為什麼我說吸引人 是講關係 因為講關係的戲 我覺得其實是包含了很多人生歷練 在裡面 所以這個角色 還有我自己也很想試一些比較 除了喜劇之外 一些比較認真一點的角色 所以這個劇本對於我來說 那個挑戰性就是 可以試一下改自己的戲路 也不是挑戰我的挑戰觀眾 對於我來說 對於我的接受程度 應該這樣說 大家都好知道是真的為戲 即是因為角色去做那件事 所以反而是熟一點好一點 可能有沒有尷尬 親熱只是一部份 其實都不是最難 最難是親密 即是兩個人那種 即兩個孤兒仔 唯一是得對方那種親密感 人越大就越怕受傷 受了傷之後很難 就不想再重新來過 即是一段關係 人成熟了 對於關係就一定會多了 不要說計算 你都會 那個自我保護機制都會強 因為這是經驗 即是這兩個人唯一可以重新開始 就是忘記對方 但是因為對方才想重新開始 即是這個是最大的矛盾 那究竟在愛情 或者在人生其他面向上 其實愛做不做到呢 即是你經常都愛 每個人都是愛 那最後最愛的表現就是 勒高 你行不行 年娜很勇敢 很大的勇氣 即是你有時會怕受傷害 即是因為以前的過去 那麼… 那麼傷痛的時候 你可能不再相信愛情 不再相信愛 甚至乎不再相信任何人 我覺得他們都是 看著他們的時候 依然還有很有希望 我想最大的啟發是告訴我自己 要去愛 我覺得如果遇到一個… 這樣的人 就應該自然會發生 即是爬爬一個月 旁邊是有一天 但其實之前是經過幾個月劇本 我覺得這個過程 是有錢都買不到 亦都是… 講真是不生難忘 這些是很珍貴的 亦都是演員其中一種 對於我來說是… 其實某程度都是最重要的一種樂趣 當然片酬都是樂趣 獎項都是樂趣 很淡目的 片酬你會洗光 獎項會有人忘記 但你中間作為一個演員 你經歷了一些事情 或者你在中間 你發現到自己在演員方面 一些… 原來我有這種可能性 可以展示到你那個… 演員的彈性 你才可以進步到 不是… 我希望她是時候了 自己說好像不是這樣 我希望她是時候拿獎 我也真心希望阿聰會有 我覺得因為… 不要說獎不獎 我覺得…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甚至乎 給你一個這樣的認同 已經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我自己覺得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